讓我們來聽聽畢音慶華 你第一名 你先移 我覺得是酒 你過了大家就放心了 沒有沒有 我真的覺得 酒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其實真的是想一想 我回想起來也是蠻倒霉的 然後今年過年前 我就收到一個法院的傳單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也讓我噴了好大一筆錢這樣子 就是之前的就是 我覺得藝人啊 經濟這個經濟愉悅 這個事情真的要非常謹慎的錢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那時候就跟之前的人 那個合作夥伴已經蠻不愉快 然後我就請律師去幫我處理 然後想說已經處理的告一段落之後 然後過年前呢 他又寄了一份那個 那個法院的傳單給我 然後就等於 我要去打官司這樣子 他提告的事情就是比較 對我自己來說 跟你認知不同啦 對 我認知比較不同 對對對 比如說像我朋友 我朋友他給我的衣服 他是一個衣服品牌店 然後他送我一件衣服 然後叫就給我穿 然後我就tag他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我 我自己偷接業配什麼的 但是我已經跟他已經 請律師已經把合約都處理乾淨之後 然後他又跟我講這個 然後譬如說我那時候去 那個周杰仁的飲料店 他新開 那時候前陣子之前沒有新開一間飲料店 然後我只是去那邊 就是到那個地方打卡 然後他也要提告說我去 飲料店業配 對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 你其實有沒有收錢 對 我就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收錢 就只是譬如說我今天去 這就不成立啊 譬如說我今天在TBS 類似這種事情 對 就覺得自己覺得比較 那真的是無理取鬧 哇 哈哈哈哈 他們的專端 新美姐說的是 新美姐英明 對 對啊 就是覺得比較 有點無 也不是我無辜啦 就是 有點自己會覺得有點煩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終於等到一個戲劇工作 然後卻因為製作人 酒駕而泡湯 這個事情呢 就是那時候 好不容易有一部戲來找我試鏡 然後那時候那個角色也還不錯 然後那時候製作人跟我們講說 我們要做哪些功課 叫我看一部美劇這樣子 然後美劇大概有實際 然後實際有在兩天內把它看完 哇 然後就很認真 我很認真地在準備那個劇本 中間的那個角色 對對對 很認真地在準備試鏡 然後到試鏡的當下呢 我跟老師 然後跟戲劇導 戲劇指導 然後還有導演 然後製作人 還有資方 他們都聊得非常地高興 然後就是聊得也都是 就是 雖然也算是 就是 就是他們想要的內容 然後那時候試完技能 然後製作人也很高興的 就是說送我上樓這樣子 然後一直跟我聊說 這個角色就差不多確定會是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哇 好不容易終於要拍戲了 結果等了 然後那個製作人跟我說 就是等我們消息 下禮拜就有消息這樣子 然後我就等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怎麼都沒有消息 然後我就請經紀人去問 然後經紀人就說 那個製作人呢 就被換掉 對因為 他是因為酒駕的原因 他都沒有去那個 那個什麼 法院嗎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被抓走了 引起啊 對 被抓走 然後我就不了了 然後這部戲我就變成不了了之這樣子 不是啊 他被抓走 不是因為他是製作人嘛 然後後面整個下面的製作團隊 就是都換了 然後另外一個製作人 然後另外一個製作人 他就找他喜歡的人 然後習慣了 對對對 就等於我那次試鏡 就等於有點 有點白跑一趟 沒關係啦 經驗經驗啦 對啊 對啊 我現在就覺得 哇 年輕嘛 看什麼事情都看比較開這樣 對 其實逢酒為什麼會必須呢 是因為它是 物極必反的概念 因為我們講一到九 數字一到九有沒有 接下來就是歸零了 所以呢逢酒呢 酒就是老羊的意思 老羊就是在意經當中 它是羊的極數最頂 所以當我們物極必反的時候呢 逢酒我們的氣正旺的時候 你更是要避掉 你才可以遲飲保態 否則如果你今天氣太旺 然後你又做一些 血氣方剛的事情 或是講話很衝動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就很容易一觸即發 那像剛剛慶華說的 如果說他真的覺得逢酒 然後剛好又這個正衝太歲 該怎麼辦呢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去進修 進修 對 進修或者是讀書 或學習一些才藝 就讓今年呢 是在一個 不是這麼高調的情況下 忙碌度過 那是一種方法 後年應該說明年 你的運就逢到一個紙微星來入座 所以你這樣的狀況呢 基本上要等到 今年的農曆的十月份過後 你會有一道曙光 你會解決很多的事情 年底咧 年底啊 年底啊 快了啦 快了啦 時間很快 農曆十月 就是大概是國立的 今年的國立十一月份 就真的去進修好了 國立的十月份嗎 十一月 十一月 農曆的十月 所以在今年的 大概國立的七月份 也就是農曆的六月份 你要更小心 真的假的 要更小心 對 怎麼說啊 因為這剛好是 所有的相位 嚇死 他嚇很害怕耶 所有的公位呢 都是衝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農曆的六月 好 然後你到國立十一月呢 雖然轉好了 可是你那時候不要太開心 因為你 不要太開心 連開心都不能看 那我 那不是我 就是要回家了 偷偷的 你真的要開心的話 連小借信都不行 這個2022年的 二月四號過後啦 才會完全解除這個警報 那還是有一些方法 例如說 民間習俗還是要 就是捐血啊 安太歲啊 然後做一點行善布施啊 做公益啊 這一些也都是話題的方法 嗯 好 有啦 那個做公益 我一直都有在做 這個也不能講過 默默做什麼 默默行善就好 默默做什麼 默剪刀 我知道旁邊的幫你分享 你哪去哪 我知道他要去修什麼了 什麼 他是學手語 對 可以 低調 對 見一部戲手語的 低調 低調 然後陳時中部長 旁邊的人就是你 在那邊比 但會不會又太高調一點 在那邊學完修裕就跑去那邊 真的 又另外像才藝也很好 也不錯 對 那很難 而且你都講說我是行善 我是義工 我沒有那麼醜 對 做公益的 做公益的 我連你和我一起做的 他們在做公益的 都試圈